所以我身為作者 我其實應該要讓作品 它本身去讓觀眾產生互動 就是很多觀眾看完這部作品之後 他可能會有一些感覺 可能會有一些省思 我覺得那是作品和觀眾之間的親密的 那親密的關係 即便是作者也不應該去干涉 因為每個觀眾他的感覺可能不一樣 如果我講了一個東西 可能觀眾就會因為我講了 而放棄掉他原來看的感動 但其實他原來看的那個感覺才是真實的 那再來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電影應該要有教育社會的 它必須要有一些社會責任 這件事情我在拍完《Police大人》之後 我深深的感覺到 就是說電影電視這樣 《影像媒材》的確是他身上是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社會責任在的 那我稍微區分一下電視和電影 電視我覺得尤其有這樣子的責任在 因為電視是直接走進人家的家裡面 就是你什麼都不做 那個東西已經在你家了 你只要打開開關就好 所以電視作品的確 他在這方面的社會責任會更大 那電影的話是 他比較困難的是你要請觀眾買票進戲院來看 進來這裡來看 所以他變成他一定會有某種就是說個人的觀點存在 那我覺得如果說我只是拍一部完全自我的片子 這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其實當我在演完《Police大人》之後 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我的確有多多少少會去省思這個問題 就是說觀眾看到這部片子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希望觀眾 我希望這部片子是可以給觀眾一些勇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達到 如果沒有達到 我現在在這邊講一百次 我希望他給你們勇氣 那也是假的 那至於為什麼這部片可以 我希望他可以給觀眾某一些勇氣 應該說給某一些觀眾 一些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需要的一些勇氣 那我的希望是這樣 對 我對於這部片子的期許是這樣 但是他有沒有 他能不能能夠達到這樣子的期望 我覺得那是他這部片子他自己的命運 就跟小孩子一樣 你面對小孩子 你對小孩子有期望 但是 對不起 我現在動 對於他講得好誠懇 但是真的好長喔 你不要爸爸真要出來了 好 對 所以 所以是是這樣